这是一段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 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一滴泪》 作者 乌宁坤 演播 宇天 总的来说,我们搬迁到五湖 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开始往好处走 固然一丁和一毛被迫离开我们 规计遥遥无期 乌凯又得在春节前夕离家 奔赴天津探视患晚期肺癌的大姐 我在政治上受歧视 仍然是严酷的现实 不过我已经务须接受批斗了 房管科 甚至在我们每一家两间屋子的后面 盖了一个简陋的厨房 有自来水龙头和洗涤槽 没求炉子也有处放了 我们几乎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我们知足常乐的生活 很快又受到政治舞台上 风云变换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嫌疑绷紧 宜凯的日子也更难过 偏巧这时候 医村患小肠膳器 急需住院手术 1975年冬 医村刚十二岁 住院必须有家长陪伴护理 我要上课 这个任务又落在仪凯身上 他就向那位小佐市的女傅系主任请假 被他训了一顿 打字式工作这么忙 你怎么偏偏在这时候请假呀 偏偏这时候给孩子动手术啊 等放寒假再说吧 医凯说 孩子的病情严重 医生说要马上手术 他自己也无可奈何 他说 等孩子出院后 他愿意来加班加点 还是那位女副书记出来解围 让医凯尽快送孩子住院 第一医院 设在一座天主教女修道院的旧址 一村住的是一间修女住的小屋子 三张病床之间是窄窄的一人像 医凯只能合一躺在病房门口的长凳上过夜 自然睡不好 一天早晨 他实在太困 就挤在医村身旁睡下了 不料隔壁床上的癌症老人断气了 医院工人要来收尸 医凯半个身子悬在那里挡路 被推了半天才醒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见一个中年男子 一面咬着烧饼油条 一面咕嚕 哎呦 怎么睡得这么死啊 一村说 妈妈 你再不行 他们也许会把你抬走的 1976年春 在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猛攻下 邓小平第三次下台 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在安徽省会 首当其冲的是杨孝春和他的同僚 在安徽大学 张校长和五个系新副职的党总职书记 被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 9月新学年开始 掌握省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军方领导人 派出一个新公宣队 进驻安师大领导运动 这个新公宣队 由模范煤矿工人组成 号称十面红旗 不料运动大张旗鼓开始后不久 就被迫暂停 因为全国上下都忙于为毛泽东办丧事了 9月的一个下午 我又在我们的小阁间里自得其乐 读几页罗马帝国衰亡史 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个下午 我重读吉彭笔下的 东罗马帝国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奥多拉皇后的故事 妙笔生花 叹为官职 朱士提年靠阴谋诡计 胁迫伯父乖乖地让出皇位 碰上一个沦落封城的昌幽 却乖乖地束手就擒 西奥多拉登上大位之后当政22年 为所欲为 朝廷内外闻风丧胆 我不禁暗自惊叹 红都女皇和其相似乃尔 正在这会儿 广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告 当天下午四十整将发布重要新闻 这条通告 每隔几分钟就用低沉的声音重播一遍 背景有哀悦 我心里想 这可新鲜 哦 老头子翘辫子了 准是那么回事 四点整 毛泽东的死讯成为世界新闻 那天是1976年9月9日 按规定 全国上下哀悼七天 哀悼七一满 以红都女皇为首的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安师大 追到大会后的第二天 十面红旗就召集大学和附中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 在大操场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 我对运动和会议已经厌烦透了 同时我认为我和这次运动绝对挂不上钩 可是我又不得不忍受又一个荒诞的运动 听又一次大会上愚蠢的废话 于是我尽量往后坐 离最后一排还有吉尺远 跟一个年轻的英语教师聊天打发时间 主讲的人是一个姓许的年轻女子 不久前从安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 她坐得可爱 深得工宣队军宣队的欢心 已经扶摇直上官居安大党委副书记 她奉命被派到全省各高等学校 揭露安大张校长和同党五大书记的 右倾翻案罪行 从而推动当前的运动 我断断续续听到她的话 我对同事说 哎呀 快点散会就好了 我等不及回去赌我的急棚啊 她没搭理我 却竖起耳朵边听边说 哎 你听啊 她刚点了你的名啊 我的名字 没错 我听到她说 安大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就是 乌宁昆问题 一个被安大赶走的反动教授 却由杨孝春和魏星医互相勾结 调进安师大受到重用 我心里想 怎么又搞到我头上了 接着 我又听到她调转脸 质问坐在她身旁的魏书记 我问你 魏星医 你还要又到哪儿去 魏书记答道 最近在一次会议上 省委宋书记说 你一直是个右派 他说的你 指的就是我 我在师大的工作中 肯定犯了不少错误 我欢迎全体同学和教职员工 对我提出批评 我觉得他的回答非常得体 他不愧为 酒精诬告考验的干部 三会后 我回到家里 仪凯已经先到了 他含笑问我 你感觉如何啊 反动教授 我看出他 并没有被新的政治风暴吓到 到底酒精考验了 我说 你不怕吗 他说 怕有什么用啊 反正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回来的路上 有人跟我说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别理他们 我心里还是没底 这个运动怎么搞法 对我后果如何 再关牛棚 还是再送劳教 第二天一早 我还是照常去上班 我先找到教学小组的组长问他 小丁啊 还要我上课吗 小丁是六九级毕业生 一个出身农家的 和蔼可亲的党员 当然了 吴老师 你不上谁上啊 他那朴实无邪的一笑 让我感到放心 在课堂上 我发现学生像平常一样 专心听讲 下午政治学习会上 大多数学生都做了千篇一律的发言 表示准备积极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 通过参加阶级斗争 提高觉悟 没有人提到我 或者正在受到批判的学校领导人 外语楼的门厅里 贴了几张大字报 只有张富教授的一张 点了我和张春江的名 他指控魏书记 助长资本主义复辟 因为他在一次讲话中 曾表扬这两名反动教师 积极参加开门办学 一位同事站在我身旁 看这张大字报 笑着说 哎呀 老张又想捞政治资本了 有一些同事开始回避我 在打字市 性情的干脆不理一凯了 他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 我路过时 他就直瞪着我 两眼流露出阶级仇恨 一凯和我稍感宽慰的是 至少一丁和一毛 幸免于眼睁睁看着爸爸 遭受新一轮的政治迫害 一村在衣中上初中 每天上学穿过师大校园 这时候 行政楼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他放学回家路过那儿 常停留一下浏览大字报 有一天 他回家时 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 爸爸 你是白猫还是黑猫啊 我感到莫名其妙 一村啊 你什么意思 他说 财务科长无瞎子贴的大字报说 邓小平讲过 不管黑猫白猫 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卫新一把你调来任教 又强迫命令财务科 支付你的旅馆费 正是执行邓小平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啊 爸爸 你说吧 你到底是白猫还是黑猫 我们父子二人都哈哈大笑 我很高兴看到 孩子也没有给声势汹涌的运动吓到 正当运动进入高潮时 伊毛突然间从生产队回来探亲 我们看到他当然喜出望外 但也告诉他 选择的时间不完全恰当 他满不在乎的说 没事 我们已经全都知道了 那个兴许的女将呀 到晚南各大学做报告 每次都要点爸爸的名 恭喜恭喜啊爸爸 你现在是全安危省的头号反动教授 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名 他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小王 是本校体育老师的女儿 他是个爱好运动的假小子 天真无邪 有话就说 他听说伊毛回来 马上就跑来看他 一见面就说 伊毛 这几个月我好想你啊 可我爸说我不能再跟你交朋友 因为你爸爸受批判了 伊毛说 我无所谓 你自己决定吧 我插话说 小王啊 你爸爸也许说得对 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 小王冲着我嚷嚷 我才不干呢 吴拜拜 除非你撵我走 我们三人都笑开了 大学和全国的心态 都和文革早期大不一样 大多数人对于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 和越来越艰苦的生活 感到非常厌烦 尽管十面红旗闹得满城风雨 学生和教师队伍中 很少有人对眼下的运动 表现出任何热情 许多中层干部都愤世极俗 纷纷公开对目前整肃老干部的运动 表示不满 全市揭谈相议的 是贴在大学一面墙上的对联 上联市 小平小平为国为民 下联市 江青江青是个妖精 普遍的感觉是中央的变化迫在眉睫 人人脸上都有等着乔的神情 毛死后不到一个月 以他的遗孀为首的四人帮覆灭 新领导核心公开承认 文革为十年浩劫 是毛掌权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然而 毛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当然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面对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反对 十面红旗拒绝撤退 后来学生们公开建议为他们开欢送会 模范煤矿工人们恼羞成怒 再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扬言要在校园过冬 他们的头目宣称 我们把棉大衣都带来了 我们一定要把运动进行到底 不获全胜 绝不收兵 不料 冬天还没到 十面红旗就灰溜溜的打扑盖回煤矿去了 连欢送会也没开 我从四人帮覆灭得到的意外收获 是以医疗照顾的形式出现的 十一月的一个上午 我正在上课 女副主任突然派人来找我 让我马上去见她 刻不容缓 我心里不免又嘀咕起来 一见面 她就说 哎呀 乌老师啊 我们刚接到试血腥虫病防治所电话通知 你必须马上前往静湖区医院住院 接受治疗 两年前啊 你的化验结果是阳性的 当时四人帮横行 他们说 不要抓小虫 要抓革命 血腥虫病的防治工作 遭到破坏 现在 作为老年知识分子 你被安排 优先接受治疗 现在跟你的爱人 一道回家去 收拾一下 准备住院 我感到莫名其妙 全省有不少地区流行血腥虫病 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症状 为了防止任何差错 我先去防治所要求确证 他们给我看三次化验 有两次阳性的记录 我探问 是否可以重新化验 值班的化验员 解慢地说 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暗示 我对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缺少正确认识 我在啰嗦 未免太不识抬举了 于是我去报到 住进一间大病房 和十几个其他中青年 同病相连 治疗方法 主要是每日低注T剂 这是毒性很强的危险品 疗程一个多月 三组患者 同时在三家区医院 接受治疗 我们从小道消息听说 其他两处 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 其实 死亡离我们也不远 我们的病房门口 有一张破堂椅 常常有心死去的病人 放在上面 等着送往太平间 因此 我们有时在深更半夜 被哀痛的哭声惊醒 出院时 值班医生警告我们 你们的血液里 带有大量的剧毒 今后一个多月 千万不能摔跤 因为流血 会造成当场死亡的 我耳朵里 响着这严厉的警告 回家后 行动紧小甚微 从来不敢越家门一步 到冰天雪地去冒险 我出院回家几天后 一开中午回来 发觉没求炉子灭了 两只暖瓶都是空的 他一手提着一只暖瓶 又冒着大雪 到校园里的锅炉房 去打开水 他去的时间 比往常长得多 我猜想 可能是由于天气恶劣吧 但是等到他终于回来 我大吃一惊 看到他脸上 和浑身上下 都泥泞不堪 他用左手托着右臂 一村一手扶着妈妈 一手拎着两只 没有塞子的空暖瓶 原来以凯 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回家 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倒了 紧靠他左边走的 一个大块头女生 倒在他身上 使他的右臂肘 猛撞在地面 女生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雪就走了 只说了一句 我得赶一场电影 以凯的胳膊 疼得钻心 动弹不得 这时候 一村刚好放学回家路过 把妈妈 从地上拉了起来 现在他摔断的胳膊 疼痛不堪 必须有成人 马上陪他上医院 而我是不能 越雷迟一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的朋友 小林 从外地来 走进我们的家门 于是 在医村和这个天赐的小伙子 一左一右扶持下 以凯再次回到风雪中去 在寸步难行的街道上 艰难地往前挪 路上又滑倒了一次 到了第二医院 他拖着一只断臂 忍受着钻心的疼痛 饥饿的煎熬 从一个科 转到另一个科 一直到晚饭后 好不容易才将右肘的粉碎性骨折 处理完毕 晚上十点多 他才在大风雪中走回家 上了石膏的伤残的胳膊 掉在甲板里 父母双双病残 刚十一岁的医村 从此挺起胸膛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 担当全部家务活 直到哥哥姐姐回家过春节 才交班 仪凯从此不能当打自圆 二月开始改交英语 一丁说 这也算坏事变成好事吧 两年以后 我因病 住进位于当途的解放军八十六医院 曾进行全面体检 难得检查的医师很友好 他听我说 曾接受过血溪虫病治疗 就特地用直肠镜 为我仔细检查 他并没发现任何患病的痕迹 哎哟 你命大呀 没有死于TG中毒啊 军医总结说 但是我看到 病例上明明记录着检查结果 三次中 两次阳性啊 哈 我知道 我知道 军医带着会心的微笑说 但是 如果化验员 没有把用过的试管洗过 或是洗得不彻底呢 那是常有的事啊 哎 在这片土地上要存活 确实是没完没了的冒险呢 我叹了一口气 哼 被友军的炮火打死打伤 战场并不是唯一的地方啊 军医又笑着说 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 但各条战线上的极左当权派 还在顽抗 在教育战线上 高等院校终于在1977年夏末 恢复通过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 全国积压了多年的千百万高中毕业生 参加1965年以来的首次高考 录取的比例不到1% 伊丁和伊毛瞒着生产队领导 偷偷复习五门功课 准备应考 因为生产队不愿知青流失 他们在县城参加考试回农村后 还得为资产阶级大学热做检讨 伊毛总算被安市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 伊丁考试成绩优异 英语得105分 却成了正审的牺牲品 因为他父亲当过极右分子 全国高校的重点英语专业都爱难录取 连安徽大学也把他拒州门外 因为知情者透露 录取他就意味着乌宁昆卷土重来 他被安市大富阳分校看重 所谓分校是富阳师专的前身 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 戴上了大学的帽子 后来正名为富阳师范学院 我这个心怀愧疚的父亲 到火车站去送他登城 眼睁睁地看着壮实的大小伙子 含着眼泪 登上北上的慢车 前往有安徽的西伯利亚之称的淮北深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 我逐渐恢复和国外亲友的联系 我和在香港的姐姐音讯断绝多年 突然收到一封来信 孩子们惊异不已 因为长期以来 海外关系是见不得人的家丑 我们一直没跟他们讲过 除了一个姑妈 不久他们又发现 还有一个大伯在新泽西州 1977年9月 又冒出一个外甥女 一个堂姐的女儿 他们夫妇二人 带着他们四岁的儿子 从纽约回国探亲 我认为他们来吴湖探望舅舅一家 是理所当然的 不料他从北京来电话 说接待人员告诉他们 吴湖不是开放城市 我一听就火了 当即说 他们睁着眼说瞎话 杨振宁博士不久前刚来过 他就住在离我住处 一见之遥的铁山宾馆 我常有幸目送他的车队 从我门口经过啊 这样一来 我的外甥女 年过三十才有机会 第一次和舅舅见面 离他母亲在台北去世 已经多年了 我向系领导汇报 即将由海外关系光临 房管科奉命 立即让我搬出教堂 调整住房 以免外宾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 留下错误的印象 我想 这也是因为 我外甥女的丈夫 在联合国总部工作 在某些掌握 房屋分配大权的干部眼中 摘帽右派 仍然是最臭的臭老酒 有教堂可住 已属宽大 直到外宾肯定来临的前夕 原来住户搬走之后 才允许我们搬家 实际上 我们直到第二天才能搬 因为我们先得清除 成堆的垃圾 清洗污秽的窗户和水泥地 两间小屋子墙上 石灰剥落 厨房的墙 给没烟熏的漆黑 房管科为了应付 装饰门面的紧急政治任务 派了一个小零石工 提着一桶石灰水 用一把条肘 把所有的墙草草粉刷了一遍 结果 每面墙都像一幅大地图 凑巧得很 伊丁从生产队回来 又当上搬家的主力 他用平板车 把大件家具拉到新居 其他东西等客人走了再搬 外语系工宣队夏师傅来到新居 交给我三十元人民币 原来是卫书记刚批准给我家的工资 以弥补当初我从安大调来时 被无理苛扣的部分 夏师傅是新晋复原的军人 待人和蔼 主动提出用这笔钱替我去铁山宾馆 买两条大中华牌香烟 两瓶古井贡酒 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 供我招待外宾之用 后来发现 我的亲戚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这些高档商品就交给夏师傅 筹谢这次为接待工作出力的人们 我的外甥女一家三口从上海乘火车来 下午到达 下榻新建的五湖饭店 我们要等到电工 把原住户割断的电线修复 才能接他们来吃晚饭 天气酷热 我们生怕美国来的交客热得晕倒 特地从春江家借来一台电扇 住在本地的表直李伟 做了满满一桌菜 给人一种生活富足的假象 我们的亲戚觉得 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 当然不知道 我们是几个小时之前刚搬进来 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留在上帝之家呢 我和仪凯身上穿的 都是一件崭新的白色的雀梁短袖衬衣 这是当时的时尚 也是我俩多年来天制的第一件衬衣 一天下来 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 这样早晨才有得穿 第二天上午 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 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 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 一上午下来 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 午饭后非洗一下 等亮的半竿才能再穿上 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 当年的海外关系政治包袱 成了今日的统战贵宾 四日早晨 贵宾们乘软席车回上海搭击返美 当天下午 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在党员会上扬言 乌宁坤沾上海外关系的光 搬上楼 加工资 又该翘尾巴了 大家要警惕阶级斗争心动向 原来如此啊 感谢您收听有声纪实文学一滴泪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